很多人都说说 张老师你习惯不是说不破不利 不利不破先利后破吗 你说中国经济这么多长时间 这么多的问题 那有没有办法把中国经济扭转过来 就是你不能老说中国经济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要崩盘要这个要那个 咱有没有办法能把中国经济扭转过来 答案肯定是有 必须得有 对啊 我这人就是这个习惯 那先利后破 不利才不破 打击别人骂别人都是很容易的 自己创造一个东西实际上是很难的 那中国经济有没有一些特别具体 可实施的办法能够快速的 匹疾泰来 对啊 凤凰涅槃 答案是必须有 而且呢这个有的方式就在眼前 你们其实都能想得到 跟大家讲继续举一反三 如会贯通 知其人更要知其所以然 一个国家经济好不好 全世界的观点都是一样的 跟其实企业好不好 家庭好不好 个人好不好 经济好不好 我是谈的啊 道理都是一样的 大到一定是减 所以呢 国家的收入来源 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那个东西 那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 远远超过它支出来源 不停的收的钱 比支的钱 道理是一样的嘛 那这个国家经济肯定是好 老百姓肯定安居乐业 那经济不好的重要原因呢 都一样 甭管是国家呀家庭个人 就是支出超过收入了 超过的越来越多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全是要支出的 但是没有来源 那肯定就一切都不好了 那现在呢 咱们看到中国的很多情况呢 中央到地方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了 就是都没钱了 各种招都用了 特别是地方政府 很多地方政府把自己的什么停车厂啊 厨房啊 甚至办公大楼的物业 十年甚至于更长时间的经营权 全都卖了 全都拍卖掉了 然后呢 现在还要让公务员去买房 等等等等 所以呢 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跟刚才我说了嘛 跟我们的企业的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家庭个人出现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收入 没办法覆盖支出 支出越来越大 收入越来越小 这时候中国经济形势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增加了收入 让我们的收入能够覆盖掉支出 超过支出 那中国经济形势就会被扭转 而且逐渐会越来越相好 从什么地方能够让中国的经济 增加收入呢 怎么能增加收入来源 世界上惯用的手段就三个 领域就是三个 全世界都一样 其实这三个呢 我们个人也一样 大家看全世界这三个分别是投资 内需消费 外卖出口 这大家都可能哪都听过 哪都听过 那当然我也讲过 不管是国家 又是企业 家庭 你个人赚钱的方式就两个 一个是靠投资赚钱 一个是卖东西去赚钱 国家也是一样 只是国家呢 把自己卖东西的分给自己 卖给自己 跟卖给外国人 外面的人啊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单元 赚钱都是两个 一个是投资赚钱 一个是卖东西赚钱 那对于个人来讲的话 那可能两个都会选 有的人一边在股市里投资赚钱 有的人一边出售 一边股市投资 一边出售自己的体力 干嘛 比如跑滴滴 或者做工作 那他就一边在投资赚钱 一边在出卖东西赚钱 两个方向 有的呢 可能只是做做什么 网红直播 直播带货 等等 那叫做端一 通过卖产品 在网上卖产品去赚钱 他没有去做投资赚钱 国家赚钱呢 也是两个方式 对 道理一定是一样的啊 只是呢 把投资 没有具体划分 对内和对外投资 但是 把卖东西赚钱 划分了 自己卖给自己的 就叫内需消费 自己卖给外面国家的 就叫外贸出口 目前的中国呢 这三条路里面 三条路 三条路啊 投资 投资 内需消费 外贸出口 那这三条路我们看得见 投资和内需消费 这两条路肯定都是死胡策 走不通 不可能有任何一丁点想象的空间 更不可能成为拉动经济扭转的力量 只可能带动经济继续下滑 也就是 但凡明智的就知道 中国未来真的再也不要想去通过投资 投资的主体就是基础石二建设和内需消费 扩大内需消费了 导致这两条路完全是死机的原因 太多了 难以想象的多 那最大最核心 最不可抗力 无法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人口的锐减快速下滑 对啊 中国政府呢 投资 我们都知道主要是国内啊 国外虽然也有投资 比如免除了非洲的这些投资的债务 那都是瞎闹的 全中国老百姓的钱 你一个中国政府怎么那么大脸 说免就免了 最起码通过人大 样子要通过人大来表决一下 没有 竟干这特别恶音的事 中国政府啊 这事不聊了 以后咱们再说吧 那么中国政府投资主体是投资在国内 那投资的方式主导呢 叫基础建设投资和其其配套的周边的投资 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投资呢 营造更好的当地的环境 然后通过这个营造的更好的当地环境 带来什么 带来城市的现代化的发展 然后通过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给当地优化什么 营商环境 应优化提高当地的供应链体系 完善供链体系 提高当地的物流的能力 然后构建更好当地的房地产的循环系统 和实体经济整体发展的生态系统 进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所以大家知道吧 投资是通过一步一步一步逐渐拉动的 它中间有一个过程 那么内需消费呢 内需消费就快一点 内需消费呢 是通过政策或者补贴 或者一系列相关的手段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完善国内的商业体系 提高全民的就业率跟全民收入 增加了全民整个大家可消费资金的水平 促进居民消费 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这个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或者内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两条路全都堵死了 一点走不通 因为中国人口总数的减少的这个速度 就减少的程度是太难以下降了 人口结构现在的这种快速的转变 人口生存环境的快速改变 所以导致未来中国在10到30年的时间里 不管是基础建设还是内需消费 这两个领域拉动 一丁点可能性都没有 那人口下降得多快才能导致这个情况呢 我用一些数据跟大家说 大家自我想象一下 这些数据都是咱们国家政府公开公告的一些数据 大家都在网上查得到 自己可以看 我们只能以这些政府公告的数据去想象 截止2021年年底 中国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实际出生人口的生育率在多少 在0.8到0.9之间 还有很多低于0.8的 我们说大部分是在0.8到0.9之间 我们知道一个家庭夫妻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最起码要生育两个孩子 且保证两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死亡 才能保证这个总的人口是持平的 那两个人生两个生两个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两个人只会生育一个孩子 对啊 一代一代代代代相传 只会生育一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又可能遭意外死亡 且遭意外死亡的意外因素还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时候人口就肯定是快速委托的 那当生育的孩子连一个都不到的时候 那这个委托就是个很可怕的情况 中国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中国现在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是实际出生的率 在0.8%的人间之间是不到一亿的 一对夫妇都不能保证一定只生一个孩子 也就是大量的夫妇现在结了婚也不生孩子 再举个具体的地方的例子 大家自己看看有多严重啊 按到2020年中国政府的人口的普查数据 东北三省中目前人口最多的是辽宁省 为什么最多呢 因为黑龙江和吉林的人都跑到辽宁去了 辽宁的环境最好 那么总人口多少 4260万人 2021年新出生的一共多少人 一共4260万人 那一年2021年新出生多少人 出生了20万人 而且这个数据还是扩大化统计 对啊 他用统计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辽宁的人口出生的情况 大家就看到了 新生而出生率是多少 辽宁省 咱们刚才讲了 全中国大部分0.8的人在9 辽宁省是多少 0.741个 也就是结婚的三对夫妇 六个人 实际上这六个人只会生几个 两个孩子 0.74嘛 只会生两个孩子 对啊 那两个多一点 就是两个孩子 那按照目前全国近五年结婚人数递减 那速度很快的 这个平均速度和近五年新生儿递减的平均速度 加成计算 到20 我们算多少呢 到2035年 2035年 12年之后 2022年嘛 就实际上12年 13年之后 辽宁省共计一共多少呢 一共在未来这12年到13年中 一共有一百万左右的新生儿 减少的速度很快 当然实际上这一百万还可能达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在这个社会学里面大家都知道 当这个人口的基数 低到了某一个极限的程度之后 那这个可能会出现很多突变 而且现有统计出来的很多数据呢 都是有很多水分在里 就像根据我们自己上海市公安局泄露的数据一样 中国可能总人口的人数也就在10亿到12亿之间 早就没有14亿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现在再按官方的出局的数据来看 那现在 现在啊 2021年情况 不照20年啊 辽宁省65岁以上的人口 占全省人口的总比例是17.42% 一共是多少 742万人 那按照目前辽宁省平均人口78岁计算 那这65岁以上的老人 12到13年后 最起码95% 这是最少的啊 可能97到98都手中中起了 一共多少 704万人以上 不低于704万人 也就是说到2035年 如果没有外来人口补充 辽宁省总共只出生100万人左右 但死亡的人数一定超过704万人 你们听到这个出生人口跟死亡人口的数据差距可怕吗 真的很可怕吗 这已经是按目前最好的情况 跟夸张的数据来计算了 实际情况数据应该比这个数据要悲剧的多 在实际中啊 大家都知道实际发生过程中 人口还是我说的 不会像我说这种云速递解 一旦这个人口的衰竭触碰到临界点 就直接跳水了 那个时候几乎就没什么人结婚和生孩子了 这会讲原因咱们也都明白 目前呢不是我说啊 中国很多的国内的人口专家已经共同预测过了 到2050年中国会减少30%到50人口总数 也就是这个国家还剩余7到10亿人 当然也有人已经说现在其实也就是10亿多一点 但是我们就写7到10亿人 那么我们按照乐观的 也就是2050年中国还能有10亿人计算 大概率胜不了 但是我们就按乐观 刚才看辽宁的数据谁说清楚 还有10亿人计算 那么到2050年 中国40岁以下的人口总数 根据现在的出生率和现有人口调查的人数比率 只有2.6亿到3亿人 其中劳动力人口就2亿人左右 但是65岁以上的老人的人口数 5亿人 2050年中国的结构是什么 一半人在65岁以上 一半人在65岁以下 想想这个国家 而更逗的是一半在65岁以下的人里面 满打满算这里面的劳动力人口2亿人 想想那个时候是什么场景 大家想没想过 反正社保需要的钱首先是一个很可怕的技术了 对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2050年中国其他任何问题都没有 就咱们现在聊的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发生 政治青年商业活距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是这时候如果那两条路 也就是2022年到2050年 国家大量投资进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很多地方 其实都已经荒芜掉了 中国至少会有上百个城市跟现在美国的底特利一样 会成为鬼城 人口的大量减少会导致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全都不是暴跌 化成零了 很多市场的那种清静程度和整个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几乎全是烫平 完全烫平 这种情况目前不要等2050年 目前在什么甘肃的郁门啊 郁门县啊 黑龙江的鹤港啊等地方全都发生了 大家去看一下 这人口锐点情况下房价会什么程度 当地经济控制会什么程度 地方草原症倒挖会什么程度 还搞基础设施建设 当年搞建设投资前全都完蛋了 也就是说由于人口这个情况现在是不可逆的 我们看不到任何方式 所以希望通过投资拉动经济这种路 百分之百是一点戏都没有 同样的道理 在人口不可逆这个大的标题下 内需消费会被极大极大程度的降低 直接的产业 我们看看学校 没什么学校了 对吧 以辽宁安山为例 原来十一所中学 现在就只剩一所 小学中学 现在就一所 2050年可能是零 对啊 收不上孩子了 大家想想他几年的功夫 十一所到一所 这种速度的跌点 学校没了幼儿园 没孩子有啥幼儿园 妇产医院 儿童医院 儿童游乐园 儿童辅导机构 儿童产品生产企业 孕妇产品生产企业 产后康复机构等等等等 但凡为这种儿童 为这种这个这个 孕产妇提供所有相关的服务这种体系 都会全面的萎缩 因为在单独的地区 除了这种一线和二线大城市 在单独的这种城市里 这种机构 谁出现都不经济 都活不下去 那就没了 全赔钱的谁干呢 像什么现在这种婚庆的礼品 婚庆的用品 婚庆的服务等 为婚庆提供服务的所有实际经济 也会全面的萎缩 快速萎缩 此外的整个国家 像房子车子手机商用电器等等 家用电器等等 包括商品房等等大量东西的问题 这些东西全部都会怎么样 快速下滑 没人了 没有需求了 而此外面对年轻人的餐饮 娱乐 学习 工作 设计实际经济的很多领域 快速萎缩 年轻人越来越少 年轻人比例掉的太快了 对呀 掉的太快了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就在那个情况下 中国所有为了消费而提供的 现有的所有的产业格局 只可能全崩了 对呀 那么多现在汽车 中国现在那么多大干快上的投资 干了那么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干了那么多手机企业 就没人想过现在人口这种低一点的速度 这么快的一个速度 你们三五年之后 不用十年 三五年之后 你们的产品客户会减少多少 绝对数量 你们东西都卖给谁 这么疯狂生产为啥 所以在目前影响中国经济的众多原因过程中 婚姻的快速减少和生育的快速减少是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 而且这个婚姻更逗的 你看像辽宁省 辽宁省2021年 结婚了以后又 结婚的人数跟离婚的人数的比例是64.7% 100对结婚 然后64.7对离婚 你再想一想 对呀 所以为什么这个生育率会这么低 而且结婚的人数下降的还是超级恐怖 两年时间中国从1400多对结婚到700多对 这7400多万对到700多万对 所以大家想想现在怎么样 而且对于这个人口这么下降的这种情况 目前全世界都没有任何国家有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韩国问题一样这么多年解决不了 等死 对呀 所以呢 你看看韩国现在经济之所以还能良性运行一个好转 我们就借鉴呀 所以借鉴现在的全世界经验 当无法去扭转这种局面的时候 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 唯一希望就是外贸出口这个环节上 外贸出口的本质就是什么 中国人把自己做的东西卖给外面的人呢 卖给外国人呢 这些外国人就是中国的客户 能销售产品给别人的核心 我讲过就是客户的快乐跟幸福 客户的快乐和幸福感 冲击着买产品快乐幸福感越高 那客户就会越会喜欢你 客户就会越来越多的买中国的产品 然后我们看看现在中国产品出口的大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印度 英国 法国 加拿大等等 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国 那中国人自身改革开放 这40年自身的勤劳和努力 是被全世界公开认可的 对啊 公开认可的 那中国用40年的时间 又建造了大量为全世界提供服务的什么 整个生态系统和供应链物流相关系统 这些东西其实对于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自身恢复经济也是特别重要 但是中国现在中国政府用一种很愚蠢的粗糙的战狼式外交 让上面那些从中国买产品的客户 现在基本上都跟中国处于敌视状态 人家是你的客户 你要赚人家的钱 咱们做生意知道笑脸相迎 你要赚人家钱还骂人家 那你说人家疯了在这买东西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理解 邓小平先生当初一直说 中国一定要干嘛 一直强调叫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 就没理解这个词的深刻含义 中国必须放低姿态 政府要真心的跟这些客户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要完全全身心感觉 要投入美国欧洲和发达国家的怀抱 要对美国和欧洲出台 大量表现诚意的政策跟法规 要在国内对于所有能够繁荣经济的民营企业 给予真正的最大程度的发展支持 要在中国国内从社会舆论到百姓自由 大范围的予以开放 因为这个都是美国和欧洲很在意 然后携手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 完成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很重要啊 这些步骤啊 这些实际行动做完了 这些国家谁真的跟中国有仇啊 你自己把他们都放到对立面什么东升西降 谁真的跟你有仇啊 你用实际行动就能以超快的速度 这些国家自己也想复苏啊 就把全世界贸易的主动权重新拉回到中国手里 特别是由于现在俄罗斯这个世界公敌的出现 一定会让美国欧洲发展国家等给予中国最大程度的支持跟开放 因为要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桥头宝 但俄罗斯肯定不敢打中国 他现在力量不行 所以中国在目前最大的实测就是战狼外交 在战狼外交这种情况下 中国现在仍旧2022年前七个月创造2.06万亿美元的出口额和482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所以真正贸易能够放开最起码能提高两到三倍的贸易额和贸易顺差 所以这个步骤走完了 每一年十万亿美元的出口额跟两三万亿的贸易顺差 分分钟就能做到 需求都在着 人家拼命转移 人家也很痛苦 按照咱们现在2021年全国缺口有多大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 支出24.63万亿 不就4万亿的财政缺口吗 刚才咱们讲过 对吧 仅仅你靠外贸增加的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 消费税 关税 你算一下就到了 已经完全能弥补收入跟支出这点缺口了 而通过这种贸易行为 拉动国内所有实际经济的这种发展 拉动产业链上游跟下游的这种就业 带动整个经济活跃度增长 那剩下的多数的钱全是赚的 对呀 所以目前呢 真的世界上所有这些国家 都是最难出现了大量的通货膨胀 产生的主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俄罗斯的能源问题 很重要 另一个呢 不是什么货币什么的 那都是导致出现的结果 一个是俄罗斯能源 第二个就是由于中国这种 跟西方世界拉对立面 双输 双输 导致这些国家很多人不得不把很多产业链 全球供应链外移 这个变化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成本是难以想象的上升 本身是一个合作双赢 对立则双输的局面 那中国有机会 而且主动权有机会呀 但是呢 中国错误的余估 老以为西方现在国内经济情况的严重性 一定能逼迫西方政府向中国低头 你们了解西方的体制吗 怎么可能本身就是有没有政府都对老百姓没有那种控制力 而且你越这么干人家越恨 此外这些国家能够生存的韧性比你中国强多了 他们是愿意自我批评的 他们说的一定比真实的情况严重 而中国恰恰相反 这些国家真正蕴含的经济底润和发展经验 都是中国自己本身根本不能比的 对啊 我呢觉得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最起码有30多年的高速增长 很大程度依赖于我们对于外贸出口的这种重视 韩国人口锐减也是通过外贸出口的拼命拉动来带动国家往下发展 新加坡等等都是 这种在全世界别的国家行之有效 而中国已经用了30多年行之有效 拉动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柱 现在的中国政府看不见 我真的觉得挺难以难以想象的 我不知道是现在中国政府高层看得见 但是有自己更高端的战略思维 这么去导致的 还是真的是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内心极度的自卑 或者对于这个国家向欧美开放后维持自身政府独裁的稳定性 不自信等等 不明了什么原因 导致现在这么一个极度不应该出现的战狼外交 但是在目前中国人口快速下降的这种大的背景下 为了能够最大化的把中国65岁以下所有的人员都发挥自己的力量 让他们投入到有前景 能看到收益看到空间的这么一个 对于全世界提供服务的一个产业力 中国清晰定位产业力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除此以外 其实我也找不到其他任何能够让中国经济 现在只跌其稳向上发展的方式 我也找不到 当然了 也保不弃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真的有特别高的高手 还没有寄出杀手锏来扭转乾坤 我也不知道 也可能有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吧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讲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一个很偏激的一个人 能力范围内能够想到中国经济快速 直接起稳 然后复苏的 重要的一条路 相信大家也都能想明白 对吧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沟通一下 好吗 谢谢大家 今天听我下比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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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